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则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今天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后世之果报 佛经正式二宣说 诽谤上师之众生 长久主义无间余额 此等公布地狱中 前文中所提到的都如无间的地狱 经和续部 经典和续部当中所宣说 续部也是佛说的 无间地狱等 其中等子都包括七热地狱等 十分恐怖 痛苦剧烈的地狱 所有的诽谤上师住在哪里 于漫长岁月中感受痛苦 这是归纳金刚藏庄严续第十四品 《大幻王》第一篇而宣说的 刚才主要是在无间地狱当中 还有《三戒论》后面引用的教证 金刚地狱和无间地狱也是不同的 但是无间地狱也称之为是叫做金刚地狱 金刚地狱不叫无间地狱应该有这么样的差别 所以所谓的《密宗金刚序》当中所讲的 这个实际上是无间地狱 无间地狱的话 就是显宗所提到的十八地狱里面的无间地狱 还是《密宗》里面特殊所宣说的 《金刚地狱》在里面 诽谤上师者所有的护法神不予以披护 金刚藏庄严许众云 恶劣残暴大狱者众人虚往四方处 一切智者不护约 引起砸下恶业罪 比利贸当病人杀 因为他造了这样恶劣的话 那么所有的智者护法神都不会越一直帮助他的 因为他造了这样严重的罪业 一定在地狱当中受苦的 《密集金刚第五品》当中也这样说的 总是造无间次等密点罪 然如金刚成也能得成就 成行帮上师修也不成就 这个教证相当重要 最好希望每一个人能背诵吧 有些最重要的教证还是能记住 意思就是说密集金刚里面说 虽然造了无无间罪等 我们显宗里面最可怕的 犯了四根本罪造无无间罪等等这些 但是这些入了密宗金刚成 灌顶和上师摄受 让给他传授密宗也得以清洁 显宗里面最可怕的就是无间罪和四根本罪和 还有堕罪 那么这些入了密宗以后 有清净的机会是有的 但是诚心如意的诽谤上师的话 怎么样忏悔 怎么样清净的话 那么这个不能清净 所以我想很多人最好是在年轻的时候 最好是刚学佛的时候要懂得这些要害 不然你如果一辈子学佛 然后一直诽谤上师 到晚年的时候也许不熟悉 也许熟悉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忏悔也来不及 相应就是来不及了 所以有些闻词修行刚开始的时候做这些闻词 为什么说很多大德 首先讲上师五十诵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而且在其持续的诸释明点论当中 明点论是大智霍上帝论 对 约乘论是密集金刚的一个诸释 还有宗喀巴大师也有一个叫明点论吧 明点论应该有约乘论 宗喀巴大师也可能有一个 但是这个应该是那个 因为宗喀巴大师引用的话 应该是约乘论的诸释当中也这样讲的 密集金刚的诸释里面是这样讲的 应该有个双印好吧 即使杀父亲 母亲 杀阿罗汉 恶行害佛生以及赐正法时候 立即堕入地狱的无间罪业 以及本身当中 灯子所包括的近无间罪 刚才那个赐灯密电罪 赐灯就是灯子 那个灯子所包括的近无间罪 以及《别戒脱戒》里面 翻根本戒 四根本戒的这些人 但依靠上师的恩德而受圆满次第修法 修持也可以成就 即生当中有成佛的机会是有的 如果你诚心忏悔 入了密宗的各种忏悔的话 那么即生成就的机会是有的 而最初恭敬上师以者诚持上师 通过闻思了达了诸法的深奥意义 就是深奥之后翻译不惜一股的口吻说 在这个人还有什么用的呢 现在就是这个人 因为他以前依靠上师已经证悟了 他证悟了深奥的意义 然后现在认为这个上师对我来讲是什么意思 以此侮辱上师对于曾行诽谤上师的此类人 甚至于侮辱以及财务受用于去的人 也即使修行也是不能成就的 何况说是其他本人 这个颂词里面讲得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这个人已经证悟空性的话 但后来舍弃上师的话他不会得解脱的 他的那种征服退逝的 何况说是没有证悟的人舍弃上师 他这里有一个意思这个要记住 还有其他人依靠他公主 依靠他一起受用 这个人也不成就的话 那么跟他自己更不用说了 因为诽谤上师的人确实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这里有些金刚道友的 去年有一位金刚道友觉得这个人是非常可怜 让他一直住在家里 住在家里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天天地诽谤这个上师 诽谤那个上师 后来他就害怕了 有一天晚上他们两个说说说说说 好好好 你就离开吧现在离开我不敢跟你一起住 然后八音三根的时候把它粘出去了 但也是既有可言吧 因为有时候真的 但是特别可怕的这种稍微有一点点的话 有些人也特别害怕但这个不知道怎么处理 实际上他这里也讲了 真正是诚信主义 诽谤上师的 那么不管是哪一个上师 凡是诽谤上师的这些人都不好 所以希望还是尽量地观清净心 所以这个问题在忠卡巴达斯 他引用的他的诸事里面 然后他的颂词 以前我引用在《中央行之明典》的诸事当中 以前我们正顿佛教的时候 有些人是这样讲的 密宗有十次调根本极 千千万万地有这么多的戒律当中 那为什么说是非要把上师与弟子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重视 以前法王如意宝也是正顿佛教的过程当中 当时有些人也提出这样的非议 但后来法王在课堂上也讲过 说是密集金刚你们所说的这句话 一看就可以一目了然 其他任何罪跟上师的罪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所以密宗虽然有千千万万的一些戒条 还有十次调根本戒等等 但是这些在各续部当中并没有这么提倡 所以依靠上师的这种戒律大家应该无比要重视 这就是作者 宗喀巴大师说的 我看宗喀巴大师所说的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不管是学什么宗派没有理由不承认的 然后宗喀巴大师所引用的 约乘论师和密集金刚的续部 所以这些语言并不是一些区区小人 他自己的分别念来遗造的 应该是大家都说对这些词有价值 需要思维的地方 此论中已明显地支出了诽谤上师的罪业 比舍法与无间罪还严重 我们平时舍法罪和无间罪 是极乐世界的最大的障碍 非常可怕的罪业 但是诽谤上师比他还严重 因此续部中三分五次地强调说 此等恶行时掠夺一切细地 凝受恶趣恐怖痛苦的根源 因此我们无比要特别谨慎 对这些问题特别要谨慎 有些时候我们对因果不懂 因果不懂的时候造了很多的恶业 有时候都是不一定知道的 平时我们要遵循众的因故规律而奉行 尤其是对情绪中所说的侵入诋毁上师 以及扰览上师的深重罪业报应的意义 应当深深的思维 从而对诽谤上师 扰览上师心的过患 产生了毛骨悚然的畏惧感 以及对有隐身过的道理获得稳固的定解 这也很重要的平时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真的很可怕 自己心里面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说明你还是有善给 有佛心 然后对因果规律 我们既然造了这样的意义 肯定会感受这种过 所以对因果规律生起坚定不应的信心 米拉日巴最后圆寂的时候 也是给众生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言呢 他说 诚信因果即是佛法的根本 他这样说的 他临圆寂的时候他给留下了什么样的遗嘱呢 说诚信因果是佛法的根本 所以他这样超越生世轮回的这样的大成就者 最后对众生留下来就是生世因果 生世因果实际上是生世因果的这种诚信 我们要相信这个因果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 就像《诗念论》里面所说的那样 超越了我们境界的话必须要用过这个教证 以教证来说明的话这个因果是成立的 因果是存在的 当然我们分辨心面前的话 有很多很多不能现实的不能成立的东西 但是这个毕竟是一种愚痴的范围 应该是在超越我们心思以外的境界 就是佛陀的智慧以佛陀的智慧来衡量的时候 就像《诗念论》里面所说的一样的 一定要没有理由不相信 这样一来我们对这些因果一定要相信 如果这两者只是留在口头上 那么今生也是成了空言虚语了 就是广是口头上说这些很重要的 或者扰乱上师的心 诽谤上师这些事 就执留口头上是不合理的 对于亲密上师等罪过满不灾祸 并且俗获戒律也是抛之一旁 虽然口口声声说说我在什么修道啊 但只能是开启恶趣的门而已了 真的不管是哪一个上师面前已经舍弃了的这些弟子 那么我们学院当中也是保持这个原则 坚持这个原则就根本没有办法树留 任何一个上师把他舍弃的 那么这种弟子我们在这里树留 哪怕是给他每天都是穿什么大圆满的 最深深的窍诀的话 实际上是他没有基础就像是没有平底的瓶子一样 里面怎么样倒水也是全部会群邪的 全部会泄露的 不会诸牛的 同样的道理所以不管是在任何一个上师面前 犯了自己不愿意忏悔的这些人 不管他在哪一个上师面前去救护 我觉得这个人是没有希望的 有些都是比如说别的上师那里有一些矛盾 这个上师很坏的我找另一个上师 但世间的说法对自己有一个自我安慰是可以的 这个上师我不要你你这个坏人就说我不要 我就找另一个好人的话 但世间的角度来讲世间是有这种规矩 但佛法的角度可能没有办法的 因此对任何一个上师一定要注意 值得提醒的是我们必须要以守护所承诺的誓言 积累的基础而修道 金刚章第十四篇中也这样说的 何人毁谤阿瑟丽 彼宗舍弃劳民 千劫之中轻修持 诸许殊胜知修法也称修行地狱因 有些毁谤上师的这些人虽然他愧劳一切散乱的因 到寂静地方习一千劫当中精进修持殊胜的密法 也不但不能成就佛果 而且全部变成地狱的因 非常可怕 生乐根本虚第一品当中也这样讲 精进入定修行者应当恒事护誓言 实惠誓言谁得受贪承灌顶不成就 在别的面前主要这里面的誓言就是毁谤上师 已经毁谤上师 摄取了誓言的这种人 虽然在别的上师面前已经获得过灌顶 但是这个人是根本不能成就的 现在藏地有这样的比如说 有些寺院对佛教比较争论得很不错的 然后有些僧人这个寺院里面已经开除了 对这个金刚上师说明显有矛盾的人 然而他到别的地方 根本不认识的一个地方一直尝试 然后有一些财物供养的话 那个上师好像是枢纽他已经悦意射手了 他自己认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但实际上因果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人间不一定发现他的这种出炉的形象 但实际上这个是我们藏地还是屡次都经常发现 比如说我们这个学院里面 已经明显地知道这个是破实验者 以前在文革期间这个人跟自己的根本上师有明显谋的 而且不但是骂过他 诽谤过他 而且用仕途来打过他 并且用当时有些人的心特别狂乱 并且用不敬分为上师 你们以前是如何如何说甘露 现在我的甘露让你吃一吃 让你什么什么 后来政策稍微恢复的时候 他到别的道场里面没有数据的话 是到很远的地方去 然后移植其他的上师 认为自己有成就的余地 但是表面上暂时我们人间可以这样因活而已 都可以 但实际上这个因果不会暴徒的 这些问题应该就是 大家 我们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闻思的过程当中这些取舍的要点 领悟是很重要 必顿之设意吧 第四个问题 十股一切精进者永远也没恶言榜 智慧高潮不炫耀 显得金刚二神力 有智慧的人永远也不要诽谤智慧高潮 和不炫耀自己的这些金刚上师 恶行恶业 诽谤上师的过患极其严重 因此所有的弟子应当尽心尽力争取做到 何时何地也永远不要诽谤 诽谤智慧朝勤广大献善功德汉而不露的金刚上师 这样的上师何时何地 随时随地 当面很多人都可能不敢诽谤 但是背后 曼子尔萨多宏 那个上师也如何如何 曼子尔萨多宏 好像曼子尔萨多一定要 诽谤上师的加行一样的 说完了以后 曼子尔萨多宏 如果曼子尔萨多宏 何必这样说呢 但每一个凡夫人确实有很多习气 所以何时何地不能诽谤 这是以大慈大悲心尊尊教会众的弟子 尤其这个是作者吧 他这里口海里面写个作者可能更明显吧 因为这个作者是玛民菩萨很多人说是布达巴 很多人都不认识但实际上很多科考的历史里面说是玛民论师 玛民论师就是龙猛菩萨的三大椅子之一 他有四大精椅子和三大椅子 他里面就是玛民菩萨还有户侯论师 清遍论师 龙猛菩萨的三大弟子当中的玛民菩萨 玛民论师以前是外道 后来进入佛教的 他作者以大悲心尊尊教会众的弟子 尤其是移民心是希求方方面面最深方面 而不需要一致上师方式的诸位学人 心里面都是很想自己变成一个很好的学行人 但是在实际行动和行为上根本不会一致善知识的 这些人坐着看见他们的这种状况以后 有悲悯心来在这里准准教会各位弟子的 不仅个人不能诽谤自己的金刚上师 即使他人诽谤和定理相助 如前所说那样 也会自己成为一大障碍如果他人诽谤的话 刚才跟前面说了跟他一起交往 跟他一起相处的话也是对自己的修行有一道的障碍 所以说尽量如果他人诽谤的时候有能力的话 尽量制止他如果实在没有能力的话 最好不要跟他吵架 打架这个没有必要 然后自己离开这个地方不要跟他经常 我们这个学院当中有时候确实是这样的 人格不好经常喜欢诽谤的人的话 诽谤这个上师 诽谤那个上师的话 现在很多金刚道友都对他比较可怕 都不敢与他接触这个人的口很厉害的 反正他面前没有一个好人这个上师也不好 那个上师也不好他一说轮回不好从来都不说 只说上师不好 所以轮回的严厉性是没有的 对上师的严厉性是很强烈的 很多人是有这种说法 因此随时随地要断除什么呢 诽谤上师 《大幻王》第一篇当中也这样讲 诽谤金刚阿什里 甚至某种也无间 这个指的是人 诽谤金刚上师的这些 诽谤阿什里的这些人吧 这些人不要说是悲天 连某种也是最好不要见这些人 何人诽谤上师尊 遭受一切邪魔倾 诅作恶劣残暴时 智智应当很远离 诽谤上师的这些人 因为他对今生和来世造了非常可怕的恶业 因此有智慧的人经常远离他 下面恭敬的方式分八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供养供品 供养供品也是分四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以清净不恭敬之故话而供养 为了净除自己以前不恭敬的一些行为 然后供养上师 诚信如意之供品 恭敬奉献上师尊 以此今后不遭受文艺病等诸损害 以诚信如意的最好的供品 恭敬呈献上师 这样一来 今后来世不会遭受 以前自己所造或者对上师毁谤 这些损害不会遭受的 上师见在上师面前供养 那天我们有一次讲 下完课的时候很多人 什么我最喜欢的念著 我最喜欢的语符 语词全部就拿来了 希望你们现在我不接受什么供品 我也不算什么上师 但是有时候你们也可能无认为是上师 这样的话每一次一讲这样的时候 就这个时候已经醒过来了一样 然后哦 那就这样的话 我把那个碗拿过去 这样我是不接受任何的 如果你们真的有一些忏悔需要这样的话 心里默默地忏悔可以 不然在这里面等一会儿说 我这个地方有对你生一个邪见 我这个地方对你一个毁谤过 然后这个时候什么什么 这样的话听得听不了 现在要念金刚萨埵信主这个时间很近的 如果你觉得真的需要忏悔的话 在金刚萨埵面前忏悔 然后以后要想得一点供养的话 做一点法供养 是被居士论或者是入菩萨心论 这个算是你的忏悔 这个我最喜欢的供品 这个时候以前不是嘎罗多杰和那个 他说我要隔断舌头 后来你隔断舌头也是忏悔不了 你还是造一个论典是最好的 我们《密宗传经》当中是有的 所以你们有些忏悔 不管是给其他上师也好 跟哪一个上师马上拿到那个上师面前 今天我们看不见了那个上师 我是说我已经完蛋了 上师你老人家你一定要下来下来 不然我已经不行了我以前诽谤过 我今天最好是我把我最好的裤子供养给你 这样也不一定用得上 所以你们对其他上师也好 对哪一个上师有时候还是用自己心里面忏悔 心里面应该像有些 供品的话是最好闻思续心的供品 法供养是三道供养当中最好的供养 这个在这里提醒一下不然我又害怕 假如曾经肃无忌惮地轻毁侮辱过上师 则以万分恭敬之心供养美为生修 并且将自己罪和心意的供品尽现上师 如是而行前面所说的瘟疫等一切损害 也不会再度发现 吉祥生虚大树以及四百五十坦秤一轨失踪 也对秦慧上师的恢复方法都有过描述 供养拥有的一切 然后欲子誓言阿舍利男士儿子欲妻子 自知生命也很显何况不定之所用 对于自知识言上师有些人说是赐予自己誓言的上师 他刚才那个颂词里面有自知识言阿舍利 那么有些人说是自己的阿舍利 有些人说是守护自己誓言的对境是上师 他那个守护世间的对境 因为依靠上师而守护誓言 所以他的对境是上师有两种说法 虽然众所分于某种意识但是此处依照吉祥生虚大树中所说的 所谓恒时守护自己的誓言 自己指殊胜本尊胜于意识 金刚即是自己的誓言 他那个守护的誓言的话 自己的身口意就是自己的本尊 这就是所谓的金刚上师 显得达达达也是说是指自己的本尊愚迦 看着于自己殊胜本尊的身于意 无二无别的上师就是自己的誓言阿舍利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为什么说自知试言呢 自知试言的意思就是说 以自己修本尊无二无别的话 就是跟上师无二无别 所以自己的誓言上师 也就是跟自己的本尊无有任何差别的 这样的上师阿舍利 为了令上师唤醒其身子难以设计的妻子 二子 如果他弟子自己是一个在家人的话 那么自己的妻子 二子 以及自己的生命也是毫不灵犀地供养 何况说是动摇的树拥 无重的财产等身外之物 这些都是更不用说的 应该以自己的生命真正的生起忏悔心的时候 以这种方式来忏悔会得以清洁 当然这个也是没有经过三年 如果过了三年的话 前面所说那样也是非常困难的 善波扎第二观察议评当中这样说的 自知妻子女 仆人积皆美 顶礼而供养 自知诸才 我自知献上师 今后我甘愿 供你作仆人 如是而成败 如果在上师面前通过这种方式来成败的话 那么会得以清洁的 如是而为之合理性 这样做也实际上是非常合理的 那么包括供养自己作仆人在内 如是令上师欢喜 其愿因何在呢 无数积子积子中难以证得佛陀国 与诸精净者上师即生一次 为什么对上师不付一切代价 为什么上师面前这么供养呢 我们在千百万劫当中很难以得到的佛陀国位 作为依止上师精巧者即生当中也是会赐悦的 上师有这样的成就力 因此作为修行人 祈求佛果的人来讲 为什么不供养上师呢也应该值得 所以像以前的米拉日等等很多高僧大德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依止上师 最后自己显证佛果的 无数劫当中难以获得的正等正觉果位 金刚上师在即生当中也是能赐悦的 因此有必要宁身欢喜 如是圆满正等觉果位赐予何人呢 赐予那些勇猛精净的 勇猛精净极其有意义的殊胜有言众生 当然特别精净的 有毅力的 对上师一定是有信心的这些人来讲的 那么人人都不一定是这样承认的 懈怠南山者未能成就菩提 完全是弟子自身的果患所道者 以赐予众的依止是智的 既然佛果也是能赐予 那么在即生当中 赐予所有共同的悉地就更不愿而语了 这是讲的精净者 下面讲的俗获三誓言之方式 恒是忽己之誓言恒是供养诸善师 恒是依供上师尊 上师等同一切佛 欲求无尽果为之 此之少许悦于我 即之尊碍无品鉴 细节供养上师尊 供养上师即等同恒是供养一切佛 供养上师乃福田积累资粮成佛果 这个应该是很好懂的 自己之殊胜本尊之生于义的瑜伽修法 即是誓言对此应当守护 所谓的恒是显德瓦达的解释为 安住于无尽的善法与守护的戒律当中如入不动 他这里对刚才所谓的恒是吧恒是应该这样解释 就是长期恒是这个修法应该有个恒是心 昨前天我看有一个居士出家出家他可能是八十多岁 但是以前我们每一个开法会的时候都来过 可能有没有八十岁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来过 现在可能大概是八年还是八九年 从那个时候每年开法会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断过 就是表面上看来还是很可怜的 但实际上有些人的恒心我觉得恒心还是很重要 对行持善法这方面的恒心希望大家还是 尤其是这个年轻人现在随着外境转的 今天想这个 明天想那个 今天朝这个上师 今天朝那个上师 那这样不定的人来讲 恐怕有些修行的成就很难得到的 那么这里也是恒是 显德瓦尊子他解释的方式是这样的如入不动 为了圆满资粮应当恒是欲语 金刚萨埵等一切善事供养遍布 虚空皆琳琅琅满目的内外供品 我们经常有这种方式 同样的也要本来对佛陀恒是要供养 作为修行人来讲这个是不可缺少的 同样也要尽现上师 因为上师与诸佛相同的佛天 跟佛陀和上师没有什么差别 也供众一直是说的 凡供养诸如来的供品都同样也供养上师供品的 开阔而言以如前所说的曼茶论 内外所有的供品以及一切财物 很是供养上师 曼茶论内外供品等一切物可以供养上师 《金刚藏》第四品当中也这样说的 集会金刚之弟者尚如欲求主恩了 想获得精神来世的快乐或者获得福果的话 当以心劫心供养如心中相为供养或以承诺未供养 则定土生恶鬼劫一劫地狱慧之劫 所以首先想供养后来就没有供养 所以这个过失非常大的 结果会转生到恶鬼劫里面去的 比如说首先供养上师后来有些没有供养的话 我前一段时间有些道友给我供养一个 他们女人用的耳环耳环我也没有办法用 最后我想供养蒙祖孔姓母 我想他老人家做什么供兵都很好 后来我想他也用不上干脆我还是给一个 现在世间上特别喜欢打扮的 但这样的一个亲切也可能不太好 看怎么样后来好像舍不得供养 我想一个人可能特别特别喜欢 那么如果供养不是给他的话可能 但后来价值也是很昂贵的不许 后来我想起戒律当中也有这种先答应承诺 或者自己心里面想了 后来没有供养的话有过患 不管怎么样昨天我跟供养了蒙祖上师 他实际上是想了也用不上 但是他也不一定用得上这样的话不一定很欢喜 如果没有欢喜感觉还是因为价值也是很昂贵的 但其他一般在家人也舍不得供养 后来没办法处理 我想别人用信心来这样供养的话 我给别人也可能浪费了三宝的财产也不好 然后把他摧毁作佛像的话 也不知道作什么样的佛像这个过程也有点困难 后来想还是别人的心财的话尽量供养上师 上师肯定有办法处理 但另一方面有一点担心自己先 所以我们比如说先供养上师的话 自己心里面我要供养一百块钱 后来一百块钱有点舍不得五十块钱 这样的话这个过程比较大的 所以首先我要供养的话数目最好不要定 我反正要供养 到时数目再说吧 然后我凡是供养什么什么 我首先因为人的分别念 今天我想是最好的供养 明天舍不得干脆这个供养吧 也有这种分别念 所以说一般这里这个戒律当中也是有的 《入菩萨戏论》里面第一篇的时候 也讲第一篇还是第二篇也有这种说法 然后原来我们有一个大施主吧 就是北京的一个大施主 他每年准备学院供养十五万元人民币 开慈民法会他就供养了两年吧 大概三十万已经供养了 后来永远有净土宗的有几个法师说 你怎么样浪费钱啊如何如何 你对藏传佛教如何如何不如法 他们如何吃肉 如何跟财狼没有什么差别 当时说得非常可怕 后来他老人家也是开始 因为他们的信心就像是枪上芦苇 随时都可以改变 对对对 我以后再不供养了 后来他现在好像要稍微好一点 前一段时间他给我打电话 我原来承诺的事情要不要供养 我说还是供养好一点 不是 你承诺了 他当时说我每年都是要供养这么多 是这样说的 后来我说你如果真的要发心子最好的 因为你以前承诺过的 我们现在学院都是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凡是每一次开法会的时候 西藩多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供兵现在都是没有人和西藩 因此昨前天每天会供兵这些的话 只有我们经堂里面的人发了 其他家里住的不管是什么人 也没办法给他们留下 但是现在很多圣人不像以前更来的时候 刚来的时候我们喝一碗西饭大家高兴都不得了 但现在好像也没有这样的 昨天都是剩下了一半过 然后我们到处都去求求能不能买一点 最后也不买要不要给的话 好多人也没有这个药有这种情况 后来我跟他说我们现在西藩比较多的 你供兵和不供兵反正开法会的话 钱肯定不去的 但是对你自己来讲可能也好 后来他说我算一算 我看这几年当中我已经迷糊了 从98年开始算现在每年十五万的话 噢 现在一百零五万了 他不知道供不供兵可能他想可能现在又开始发心 但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 钱都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在相续当中生起一点菩提心 人生非常短暂 大家在短暂的修学时间里面能参禁自己的罪障 和生起菩提心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刚才这里面这些也是经常要注意 无尽的果位是值得获得虚空般无有穷净的法身果位 诚心希求此果位的弟子 从自己稍微合意指导特别障碍的无品之间 经济所有的菌供养上师 上师为了断除弟子的贪爱之心也应当欣然接纳 不要拿一个哈达的时候特别害怕到处都跑 不用这样的 为了断除他们的贪爱之心就怕什么呢 有些人特别特别喜欢 你看钱 钱在哈达里面 钱在哈达里面 但上师也不一定是特别特别地执着钱 越执着越没有什么可怕的钱也是生来之物 然后有些时候也害怕别人的毁谤但有各种各样的 但我想对钱也不是那么很重要的 如果自己不要的话供养僧众这样也是可以的 有些贪得不得了有些太害怕钱 但是虽然而赚也可能好一点 他这里面说是为了断除弟子的贪爱之心 一定要接受供养不管是供养黄金 供养钱 供养哈达 全部都大口大口的责持 三部扎第二观察续当中是这样说的 是尽皆所有喜爱物 义物贪求知尽心 习皆供养上师尊 上师依据大悲心 为前弟子知贪者 以利弊心而见 你看这里说上师要接受供养 上师不接受供养是不合理的 但是很多上师是这个问题上 确实为了很多刚开始的有些人来讲 上师特别贪执供养是很不好的 现在西方人也是经常这样 看这个上师接不接受供养 如果不接受供养 那这个肯定是好上师 不像我们这样的 如果这个上师特别喜欢钱 特别喜欢美金 那这个上师肯定不是好仁波切 他们美国和台湾很多都是有这样的 他们也有这样的 但是按真正的续部的话 续部里面的有些教言 上师也不一定那么特别地执着 哎 这里钱哈德里面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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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特别 弟子确实是特别特别执着 但上师不执着可能作为凡夫人来讲是有点困难的 但有些事情为了小小的事情 真子不惜半天也没有必要 所以希望你们对我的话不要任何供养 这个供养我没有办法处理 这个我以前也是在课堂上已经说过很多 很多这样那样不管是钱还是其他的财物 确实没办法处理 自己屋子里面干净过一点清净的生活确实很舒服 然后在课堂上或者借鉴一些处理的时候 未来这一点推来推去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心里面有一些法供养是最好的 其他身为职务财产有时候是非常难处理 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这里说是 《弟子财者一立必行而见》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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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能够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